不懂怎麼表現溫柔的我們 林俊傑的料是真的嗎 你說JJ什麼料 還以為尋情只是苦澳的傳言 那個套房都已經是命案了 你覺得那個假的料嗎 狗仔葛思琦爆料訊息量太大 致欠林俊傑滅國 見光必有人遭殃 曉飛 就是這幾張曲 這個算不算 出軌 肩膀足到絕望 真的太行死了 心成這個樣子 擁抱成這個樣子 手都整個摔進去了 S級的狗仔哥哥葛思琦 31號在直播且開超多瓜 空障熱縮房 把1到16名全包了 葛思琦除了正面港上 王曉飛火熱還順勢燒到了 金曲歌王林俊傑 小S老公徐雅君 一粒熱吧 和陸汗這對陸DCP 林俊傑的料是真的嗎 你說JJ什麼料 你說那個套房嗎 那個套房都已經是命案了 你覺得那個假的了嗎 喔 看到林俊傑套房 一馬當先寵上熱搜 No.1就知道有多活了 而他的經紀公司請上火線回應 若有人掌握林俊傑先生 涉及違法犯罪的證據 儘請務必向有關部門舉報 否則請務佔用公共資源 儘請停止一切的造謠 會被他被告嗎 我所說出來的話 都有經過大腦 如果沒有證據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批准的話 我為什麼不說 葛思琦事後回應網友 命案本來就是事實 也上過新聞 這有什麼好解釋的咧 1號也再度發文表示 金曲歌王JJ 那些上過社會版面的事情 我們就交由世人去判斷吧 昨天直播太多網友想著你 我只是提了一下過去報導的事 很不好意思打擾囉 嘿 那是實務者為思琦 這邊先讓JJ安全下重吧 來 當時大S懷胎已經有前回業了 當時就為了產檢小小的問題 兩個人發生了頭角 黑人當時的見狀就直接衝突 馬上給汪小飛遺棄 黑人確實有動作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小A子的家暴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公家機關的暴殿 他在台灣的101 好像101那家產品 很貴很貴 這個女孩子不做不吃飯 那他告訴我說 他當時跟徐雅典在看一桌 那除了他以外 現場 還有很多俄羅斯的內容 徐雅君回應 但這些都是朋友 不是飯局妹 滴滴樂巴跟陸涵 曾經在日本 我差一點點拍到 那我就拍完滴滴樂巴之後呢 等到半夜兩點多收工 那我所知道的是 他好像明天十點之前 就必須要選票 結果七點八點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等待 我等待滴滴滴樂巴的時候 遇到死了 我等到了 陸涵 先別急著興奮 葛思琪對此解釋 陸涵知道我是狗仔時 他去問我拍誰 熱巴媽 我才驚嚇到 他是非常可愛的年輕人 他的回答已經明顯告訴我 他們就是好朋友 最後也說 我所講的事都是報導過的事情 很多事是見不得光的 一見光必有人遭殃 我出現只是一陣風而已 料我都會自己吞下去 日後我會更小心言行的 那關寶柔嗎 那關寶柔嗎 不關寶柔嗎 吃東西 這個人 我不會寶柔嗎 你傾你 我們要入錦 我本身 你還別不愛 你還沒上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